哈喽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我是你们的黄老师Andy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 今天是12月2号星期三 各位伙伴 那今天的话呢 整体的一个趋势行情的话呢 还是比较清楚简单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一个操作就是什么 就是顺势而为 就是顺着它的一个多头的一个趋势 去进行什么 一个打点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一些机会的话呢 主要是集中在了我们的一个 欧系的一个交叉盘 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欧澳 朋友们 欧澳的话呢 当下来讲的话 这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已经怎么样 向上破坏了 并且已经给出了一个什么 新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对不对 简单点来讲的话呢 这一笔就是一个什么 单独的一笔上涨 就是一个什么 单独的一个趋势的一个上涨 所以说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 是一小时布林黛中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 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什么水平的一个支撑 我们看一下 这个位置是比较清楚的 对不对 这个多哈朋友们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什么权重的一个多点哈 除了我们的一个欧澳哈 还有我们的一个欧纽 欧纽的话呢 从大级别上来讲哈 从昨天对不对 从这个日K上收了一个什么 收了一个大阳线对不对 也是哈 把我们局部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啊 创出了一个什么新的一个价格哈 一个新高的价格 所以说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上来讲的话呢 肯定还是逢低哈 去做多 那这个多点啊 怎么样去参考 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小级别的一个什么 减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 五分钟级别 对不对 是五分钟级别 很清楚哈 就是一个什么啊 加速之后的一个什么 减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哈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区间 我们可以啊顺势 去做它的一个多哈 朋友们 这个区间都可以啊 去多单啊 去进场就可以了 现在刚好是在了一个什么 减速段哈 所以说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好去操作的哈 好了 除了我们的一个欧澳啊 还有我们的欧纽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欧日了哈 欧日的话呢 从日线级别上来讲啊 也是昨天收了一根大阳线 对不对 也是打破了我们局部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结构 那小级别当中啊 我们今天肯定也是什么 也是啊 去做它的一个延续哈 那这个延续怎么样去操作呢 我们可以等它价格往下回踩一下哈 差不多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们都可以怎么样去做它的一个多哈 朋友们啊 所以说欧日的话呢 也是比较清楚哈 小级别也是镰刀啊 镰刀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对不对哈 一小时级别也比较清楚 镰刀的一个思路哈 今天还是哈 延续多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欧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哈 朋友们啊 都是什么 啊 都是去做多哈 顺势去顺势的啊 这样的一个思路 好了 各位伙伴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早盘的全部内容了 想要了解更多专签机会 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 将会享受更多的一个策略 以及我们优质的教学服务 那在早盘的最后 我也祝大家交易愉快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